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1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109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震灾消防救灾动员演练 21号举办 花联县特种搜救队资源参与 县长徐正伟在21号清晨5点 亲自来到了花联县消防局授旗 期许对人们以演习似同作战的精神 展现平日精实的训练成果 演练期间要注意纪律和安全 他也颁发了2万元的加菜金 预祝演练可以圆满顺利 109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正在消防救灾动员演练 21号举行 花联县特种搜救队资源参与 新闻许正伟清晨5点清赴花联县消防局授旗 新闻许正伟表示演习是同作战 除了要求参与人员务必以最严谨的态度进行 在演习期间特别注意支撑安全 取起大家能够借由演练吸取其他的县市 更多宝贵的经验以及技术 让花联县特种搜救队 后来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都能够成功救出每一位救难者 俊学发挥远近大爱的精神 顺利完成支援其他国外救灾工作使命 九二一八年发生 到现在也二十年 国家定为国家的防灾日 这也是要我们警惕九二一这么大的如此地震 我们该如何预警地 以及如何做及时的最好的抢救抢灾 所以在今天我们所有的警消 益消特收 还有我们港消一起 今天要参加我们全国防灾日的演练 真为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合作 演练是从作战 所以平时的演练以及精确地将我们所有的设备 能够纯熟地加以运用 这是我们平时不断不断地操演 花莲县特种收据队接过派遣支援台南政灾之后 立即依SOP召集32位特殊人员 期待各式抢救器材 前往花莲机场搭乘军方七二三栋运输机 通过空轴陆路运输前往台南都会公园据点 参与这次的动员救灾演练任务 记得收看华社会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